披露小组攀爬透天措 敲破玻璃进屋搜索 住在里面的是一对富二代夫妻 在自家开制毒工厂 高调开马沙拉地贩毒 嫌犯被查扣犯罪所得四百多万 屋内搜出九千多万现金 也被视为有问题的财产 遭到扩大没收 夫妻两遭判刑 但记性女子遭通气 逃亡期间心系这九千万 还请三名律师申请试线 主张扩大没收规定 在犯案后实施 不应塑及既往 且必须严格证明跟犯罪有关 否则留于抄家没收合法财产 法务部代表则主张 扩大利得没收能有效瓦解犯罪 是国际趋势 有没有违宪宪法法庭做出解释 扩大利得没收指的是在犯罪所得外 检方怀疑还有其他 可能透过不法行为赚到的钱 即使不确定仍能没收 女毒犯认为违宪侵害财产权 没收跟扩大利得没收 都不会额外造成行为人的负担 他只是回复到 没有犯罪前的状态而已 因此他不会具有刑法性质 与申请人所主张的罪行法定 罪责原则以及无罪推定原则 都没有关系 大法官认为这九千多万 嫌犯交代不清来源 有高度可能是其他违法行为赚来的 没收是防止不法所得再次用在毒品犯罪 并没有违反比例原则 通缉犯不想坐牢在外趴趴走 为了拿回这笔黑钱申请示线 大费周章还是无法改变结果 TV新闻无权解决期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